一台绿排车纯电续航 150这年头你怎么会 但如果再给你加一台2.0T的方动机 领克091MP 虽然插电混动的加强版 原来汽油车和全电车 是可以和二为一的 车窗 鼻柱 车窗 C柱这里是全品的豪华车 会用这样的一种叫 Flashdoor的设计工艺 除了写高级 更多是抵挡乱流 把风噪和风阻进一步降低 后雨刮呢 通工减料嘛 其实是隐藏在这个里面 让尾部线条显得更加干净光洁 不舒服 又快屏 仪表中控 空调两个旋钮 还有个弹线 就是在这么小的屏里面 滑一下 滴一下 度价门板这里是真的驴式版 皮肤能触打的地方 真的皮质挺高级的 但是这里的糖素 让上下割裂的有点厉害 这座场的坏 就是很容易造成二三排空间 被挤压的一个风险 你觉得呢 地板做平绝对好平 第三排是能做来 但是我更愿意把它说成 是5加2的这个布局 当纯电车开的时候 哪怕下脚狠一点 三个电机回归到车里的声音 也是很安静的 NVH做的可以 智能模式 你让发动机和电动机 自己来判断的时候 像现在 车速上来了以后 2.0T发动机 介入就是丝滑无痕 而大档呢 是三档的 混动变速箱器 这变速箱存在感还挺低的 自时度的宁泽时代电池 铺在壁库下面 存电续号是150公里 而且有快冲口 这就真的不积累了 科技要高级 存电不能积累 动力不能 拉跨日常养车身份 也不能高啊 小艾里 要求人能不能再走 干嘛啦 三十大级的车 这不是很正常吗 转发 转发 转发